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QA時間 今天剛好有同學下面留言說 肌貼到底該怎麼貼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簡單分享一下 我貼肌貼的過程吧 最重要是改分情節 身體牽的乾淨主要是怕油漬啊水啊 會影響它年輕的發揮 然後如果你要運動前貼的話 要在運動前的30到40分鐘就要讓它上去 你要讓那個張力指的作用 讓身體適宜 讓它才有發揮功效 所以第一步驟先用酒精或是乾淨的水 OK 然後把皮膚表面擦一擦 不要油油的或皮屑會讓它黏不住 第二階段就是要運動前30到40分鐘 就要貼紮完成 最晚 那大概就這兩個啊 這步驟呢為什麼要剪腳呢 剪腳的話就是怕穿的時候 會把我的腳腳蹭起來 就翹起來 就要預防的節制發生 那再來貼的方向有沒有說 要離心或向心貼 還是說照著肌肉穩理腫 還是 那你可以照著肌肉的方向是當然的 那我覺得更輕鬆一點的做法呢 就是跟著你的動作的方向走 因為GTR的張力就是輔助你的動作完成 不管是我們想要增加活動度或增加穩定度 都跟動作有關 所以如果你對你的動作哪一個需求比較了解的話 照著它的貼紙比較好 那至於就不需要照著肌肉騎止點啊 我覺得就是每一個流派不同的說法 每一個平台它們不同的說法 那至少我相信的這個方式呢 騎止點的重要性不是排在最前面 因為貼物都會往中心回海 我們兩邊縮回來 起點就有一點像起點 起點也有一點像起點 它們其實分賣出來 其實貼分開處是起點的起點 它就是往回拉的 好我們就用Jerry胸口的衣服當作肌肉 貼 這邊是起點 假設這邊是肌肉起點 然後呢 我們就往肌肉的直點拉過去 拉過去貼 OK 好我從這邊貼到這邊喔 可是結果呢 它是往中間縮 所以騎止點的重要性有沒有那麼 可能有啦 但是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 因為現在看衣服這樣拉起來 其實 雖然騎止點 騎點這個地方看起來張力比 中點強一點 但其實看起來都是往中間 因為我明天要去比一場比賽 所以在比賽前來找一下我的前面訓練師 然後來稍微貼一下一些肌貼 然後讓它引導到正確的位置上 如果你真的希望比較詳細的一些貼渣資訊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很多影片 但我不確定它到底貼得正不正確 因為每個品牌都有它貼的方式 但我覺得還是要真的適合你比較重要 因為每個人的希望它動作的方向性 或是引導的順序都有點不同 重點是你自己覺得有效就好啦 好啦那我們就禮拜四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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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